星星 晚上 星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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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號 宏達店股價更是最低 來到49.45元 創歷史新幣 大動作全球性裁員 東上王雪紅也發信給員工 強調為了重返獲利 必須忍痛做出這個決定 外公司規劃設立全新事業單位 帶動包括高階智慧型手機 虛擬實境和智慧生活連結裝置等 關鍵領域獲利成長 宏達店一家決定了台灣的出口的漲跌幅度 不止市占率從20%掉到只剩下2%外 學上加霜的是 宏達店在荷蘭推出的M9 Plus 因為4G連線功能出問題 被迫從部分門市暫時下架 過去曾半野五國出口要角的智慧手機出貨 從去年5月最高的4.9億美元 削弱到不到2億美元 參視台灣之光的宏達店 只要它沒力 台灣出口就衰退 舊經濟能否再靠台灣電子科技 政府恐怕得重新思考對策 接下來是陳張佩亞新北市報導 比特幣